被指控服務處淪為私刑場 檢調在白衣黑褲的現議員 帶領之下進行搜索 平東現議員郭在天 11月份因為涉嫌違反了反滲透法 要釋法選罷法遭到了調查起訴 當時他大方出面受訪澄清指控 結果12月15號 郭在天因為涉及了加重妨害自由 遭到收押警戒 因為我現在不在平東外面 經營民宿的太太自稱人不在屏東 先生的事情她一概不清楚 郭在天被收押 因為涉及了擄人討戰 外面服務的服務處二樓 一度成為動用私刑毆打被害人的地點 手臂上的戲白傷痕清晰可見 林先生休養了兩個月 看看現前的傷勢 頭手腳全身都是紗布 因為被囚禁在公寮裡面毆打 指控郭在天涉案 那如果郭在天本人不願和解跟賠償 事後要來黑的 那也沒關係 我可以跟他正面 追起案件發生在10月份 高雄警方在騎身的公寮 找到被打到全身上的靈性男子 當時他公訴 因為被懷疑私吞了兩百萬元的現金 被請到了屏東郭在天服務處的二樓 毆打最後壓到了高雄公寮囚禁 面對指控郭在天當時低調沒有回應 任期設犯刑法第302-1條加重防害自由罪 及刑法第277條第一項傷害罪 嫌疑重大且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原依法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獲准 整體傷害案件目前檢禁已經收押5人 被害人更直接表明了要向郭在天索賠 未免喉舌的議員因為涉嫌動用私刑被收押 正義的事件再填一筆 3D新聞圖永泉 朱宇榮綜合報導